恐怕你活不到那时候 就算你没有老灯 他也有把握把你拘掉 我看看 六环 七环 五环 好久没见你这么紧张了 让我想起第一次带你去的真人CS的时候 别给他压力 让他自己发挥 从一开始我就驳回过你这个提议 我们队伍是随机不知埋怨的 身在一个队伍 就不该对队友挑三拣四 他既然过了摩迪考试 就代表达到了比赛的报名资格 而且 他还会在比赛里做得更好 很紧张吗 最后一人单走石头后面了 等他探头 小队全灭 说是开放战场 但物资分布是随机的 我们除了连发区 栓区和一些水晶弹之外 没有捡到别的东西 如果不想团灭 除了踩高台之外 没有什么其他选择 不过现在就不一样了 战利品还真不少 现在不愁进展武器了 我这边OK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麻雀剑多了 该和猫头鹰对对了 三 二 一 开枪 开枪 跑了 刚才是Wild开的墙 别担心 存活下来就够了 我们拿到了物资 属于我们的主场 才刚刚开始 看来从一开始 这人就被边缘化了 只是队里的背包而已 听广播战况 Black那队听到决赛没什么问题 我要用他们的武器 让他们出局 这里是视野死角 很安全 我们就在这里 好好修整一下 怎么累的都忘了脚了 怎么没有啊 自从丢了一个气球后 我的女孩一直都心不在焉的 起码你现在知道Wild很厉害 不仅头脑知道 身体也知道 大多数人即便知道对手很强 身体也会在遭遇一战中 下意识想试试深浅 虽不算鲁莽 只是人通常都有的侥幸 下次遇见他 你的身体自然会告诉你 怎么样更稳妥 至于现在 休息最重要 我陪着你 我不是才故意说漂亮话 封锁圈大概率 会缩到瀑布下面的坑洞附近 在那之前 我们分头行动 一个人爬到瀑布高处 往下丢烟雾带和手雷 一个人躲在掩体后 趁混站收割 就算坑洞里的人不幸出局 瀑布上的人 也可以占据优势地形 我想去瀑布上面 我想去瀑布上面 我更想让你证明自己 你这一路上 很少有失误 聪明和勤奋 是很好的队友 所以这一次 把更简单的任务 交给我吧 我相信你等下会做得更好 9点钟方向出后 Black正在换弹 搞定 你做到了 胜利属于我们 他很会藏 但他不可能永远藏着 所以我一直在等他开枪 祝贺你 我的冠军 不必了 我们合不来 他是独立的个体 就算不和我组队 依旧很出色 实力从来不会因为组队而平均 就像你和Wild的组队 也不代表你有他的水平 谁让他想瞧你 说你是我带的美 说你是我带的美 只是在战场了吗 以往我们都并肩作战 以后也是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